宜蘭縣長林茲廟一大早參加縣務會議 神色看起來有點緊張 因為宜蘭地檢署調查縣府弊案 偵查終結林茲廟遭到起訴 檢察官認為林茲廟身為縣長 卻違背縣名托付 事後四次去地檢署應訊都否認犯刑 因此請求法官從重量刑 也讓他成為全台首位 遭特殊洗錢罪起訴的政治人物 在擔任羅東政政長及宜蘭縣長期間 由總而高達7000萬元的來源 不明現金 存入向他人租用或補償借用的 金融帳戶後提令 以此洗錢方式製造 向他人循環借貸的這個假象 林茲廟所得和帳面金流不符合 且差了十倍多 更被查出從二零一九年到今年三月 銀行賬戶有一百零一筆資金 異常進出 涉犯財產來源不免罪 放任不具公職人員身分的女兒林女士 召喚縣府一級主管 進入縣長官體下達指令 混亂縣府行政體制 林茲廟大動作開記者會喊冤 認為檢方這受起訴根本就是政治迫害 只是檢方開記者會也有備而來 光是起訴書就是厚厚一大跌 就是要用種種證據證明整起弊案 可是有憑有據 三雄黃桂瑞賴此宜蘭採訪報導